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唐王国 我是你们的唐团姐姐哦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 小朋友们,今天唐团姐姐 要给你们讲我们懒蛋蛋的故事 快看,我们懒蛋蛋在做什么 是的,她正在看电视呢 因为在星期天 懒蛋蛋哪里都不想去 就想待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着电视 然后顺便吃着东西 因为我们懒蛋蛋是大胃王 所以啊,妈妈就给她准备了 好多好多的食物呀 哇,这是她的三餐吗 原来我们懒蛋蛋已经懒到 只能坐在椅子上吃东西了 她早饭,中饭,午饭 都会在沙发上度过哦 啊,那是得有多懒呀 现在我们懒蛋蛋拿起了一块面包 咳咳咳咳咳咳地在吃了 哦,她已经吃掉了 然后,她看着电视哈哈大笑 然后,又开始吃起第二个面包 咳咳咳咳咳咳地吃起来了 现在是第三块咯 哦,懒蛋蛋的嘴巴根本就没有停过 她不停地在吃哦 第四个 第五个 哦,懒蛋蛋,你的早中午饭咯 你打算一口气吃完吗 看来她正有这样的打算 现在呢,蛋蛋已经吃了好多好多个面包了 哦,盆子里的面包全部被她吃光了 她现在又拿起了水果在咬 哦,一盘子的水果都被她吃光光了 然后,现在她喝了一口水 喝了一口饮酿 大概是口渴了吧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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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又拿起了一个非常美味的蛋糕 啃起来了 蛋糕被她吃了上面的一节 然后,还有半节 她又继续吃 吃完了 噢,盆子里面就剩一个蛋糕了 她还打算吃吗 噢,我们懒蛋蛋根本就不打算停下来 她又喝了一口水 喵喵喵喵 然后,又拿起了蛋糕 噢,一盘子的蛋糕零食全部吃光了 这可是她一天的食物呀 这时候,懒蛋蛋就跑到厨房 噢,为了食物 她可以终于勤快一点 就是从沙发上蹦下来 去跑到食堂 又拖了一盆子吃的 噢,这是一盆子肉丸啊 天啊,天啊,蓝丹丹不想吃甜食了 她想吃一点食物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牛肉丸 咔嚓咔嚓咔嚓的 一下子就吃掉了两个 然后,又拿起来吃了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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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好多个 看看她已经把食物全部吃光了 噢,一盆子的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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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愿意吐,他想吞掉 他想把他吃掉的吐吞掉 天哪,你要吐你就吐完嘛 先再让他吐完吧 我们懒蛋蛋全部吐出来了 他把他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 好像有一点可惜呢 毕竟是吃了那么多那么多的 不然等会肚子饿怎么办 不如我再把他吃掉吧 于是懒蛋蛋就对着他呕吐出来的东西 又开始吸了 有一口气吸完了 哦,一口气吸完了 懒蛋蛋把他刚刚吐出来的东西 一口气吸完了 哦,天哪,他吃进去的食物 比他的个头还大呢 现在懒蛋蛋好像不能够随便乱动 因为只要他随便乱动的话 他就会吐了 可是他现在想看电视 所以他必须动一动 于是他想从这个大碗里面移到沙发上去 可是他移到的半路上 他又吐了 哦,吐出来了一点点 吞进去 再吐一点点 不行,太可惜了 要吞进去 哦,天哪 因为他移动太多 结果又不小心 全吐出来了 哦,不行 我必须把它也吃了 于是懒蛋蛋 就打算又把它们全部吃掉 它能一口气把这些吐出来的吃掉吗 哦,看来我们懒蛋蛋真的是吃太多了 快看 他还有一半黏在自己的嘴巴上了 还没有全部吞进去 因为他吃的太多了 没关系 我们懒蛋蛋有办法把它全部吃进去 再吃一次不就行了 嗯,现在我们懒蛋蛋 已经全部吃光光了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懒蛋蛋周末的休闲时光 就在吃了看电视 看了电视吃的过程中 已经结束了 懒蛋蛋一上午 就把它一天的食物都吃光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别学我们的懒蛋蛋哦 三餐的食物 一定要按时按量吃哦 不然就会像我们懒蛋蛋一样 吃了会吐的哦 好啦,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懒蛋蛋 就赶快收集它吧 因为它除了会吐以外 还是非常的可爱的吗 现在懒蛋蛋觉得自己吃的太多 决定去路上有一人 它刚从沙发上走下来 它又吐了 哦,这一次 它可是吐得满地都是哦 哦,怎么办 妈妈回来会不会骂它呀 没关系 要不就把它给吃了吧 哦,我实在是不想再吃了 不行 一口气吸光 哦,没有成功 没关系 再来一次吧 哦,看来我是没有力气了 我再试一次 嗯,好了 起光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散步了 妈妈也不会发现地上的呕吐了东西了 走喽 好了,我们懒蛋蛋一天的周末时光就结束了 小朋友们 给你们说再见了 拜拜 小朋友们 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或小王子了 也可以拿起手机 微信贴加公众账号兜唐王国 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勋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